Meteor 101 又是我 Kevin 很高兴又跟大家在咱们节目中见面了 我们上一讲就讲到了这个Meteor 我们上一讲主要讲历史 我们就不回顾了 这个20多年那个Web发展的历史 讲到最后我们就是Meteor 上一篇一个全新时代从这里开始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讲Meteor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先讲Meteor不是什么 这个Meteor定义 其实我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 一句话可以把它说清楚 所以我就说点废话 咱们就把它定义出来 或者先讲一些误解 首先我们说Meteor不是 IDE 这个Ide就是集成开发环境 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指向Windows的Visual Studio 或者在Web上有一个WebStorm 还有好多Eclipse 这些都叫集成开发环境 Meteor不是 Meteor至少他连编辑器都没有 他自己没有一个写代码的一个Editor 当然我觉得这个完全不重要了 现在ID太多了 很好的代码编辑器也都有太多了 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 你们用任何编辑器都能都可以 Meteor不管 而且Meteor它也不是API 很多这种产品框架呢 就是提供一个service也好 提供一些代码库也好 你就可以调理API实现什么功能 这类东西很多 比如你做一个支付网关 你做一个认证系统 你做一个写函数包 函数库包 别人可以调理API 像JQuery这样的 Meteor不是 当然Meteor有一些API 但它自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完整的API 它也不是一个前端框架 像JQuery 如果你写过前端 你就这JQuery 这几乎是必备工具 Angular是比较新的 前端 它不是一个前端框架 也不是类似于Ruby 这个Rails 或者Express 或者Jungle 这样的后端框架 它也不是 那都不是它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把好多 这些 从端到端 从最前端到最后端的东西 不止它自己的东西 还有别人的东西 最先进的东西 把它集在一起 把它整个的功能打通了 变成了一套完整的 几乎是你所有东西都要都有的 用于开发这种现代化的跨平台的 实时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个词太长了 这句话太长了 还是不能说得太清楚 我们看下一篇 也有能说清楚 我们讲Meteor包括什么 这可能说清楚了 首先Meteor有一套命令行的工具 我们可以瞧Meteor这个Command 在这个 如果你用苹果电脑的话 在它的Terminal里边 输着Command 这Command有好多一系列 它就是主要的功能 就是完成这个 制作软件的整个过程 它自己就是一个GS的一个编译器 当然还能编译其他的语言 像CoffeeScript 还可以编译各种各样的脚本的 这叫预处理器 叫Pre-Processor 像Less 像Jade SUS等等 这讲也是 还是这个词比较多 又出现了Coffee Less Jade SUS 我们回头会一一介绍 这个没办法 干短备行就是词比较多 而且还是英语 抱歉了 Meteor同时还是一个运营运行的调试环境 它可以在我的本地建立起一个Meteor这个服务器 可以进行调试 它还带这个部署工具和平台 它自己有个Galaxy Galaxy是它的Meteor的部署环境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APP部署在你自己起个名字 MyApp.Meteor.com上 它是个部署 当然你不一的非得部署在那 你可以部署在任何你自己的服务器 部署在Amazon上 部署在各种各样的云平台的托管服务都可以 这都做得到 Meteor还内置了一个移动的编译平台 也就是说把你自己写好这个程序 编译成iOS或者Android 这个变成它的hybrid app 打包成一个程序 然后去在手机上运行 那这些还不够 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用社区贡献的这个程序包 因为Meteor本身是个开源技术 那么在开源技术里面就是社区很重要了 就是说有一堆这个有奉献精神的这个这个热力工程师啊 来写了好多很实用的包 这个包实际上现在还在不断的快速的增长之中啊 目前还不能跟什么Rubian Reels去比 那还是差得很远 但是速度很快 几乎是你想要的东西很快就找得到 最重要的呢 这个社区里边啊 还有一大批很高水平的这个开发者来拥戴这个东西 那这个作为一个开源技术 这个是最重要不过的了 因为现在写软件基本上 尤其是写商业应用软件 你几乎不需要什么都做 说这个我什么都自己从中写 这个很傻的行为啊 这绝对不值得提倡 值得提倡的是我会利用资源 我在open source中有些找 找类似的这些框架拿过来 然后找类别人写好这个包往里一装 因为都是开源的嘛 所以哪不对啊 我们把它改吧改吧 就别像自己的自己的东西 把这个开发成本降到最低 而且这帮人写的东西都是相当不错的 我相信如果你没有太大的必要 说实在找不着别人写好程序包呢 自己开发一个 当然很好 我希望是你开发完了以后呢 也分享出去 给放在gethub上 跟别人去分享 让别人也有同样需求的 可以reuse你的这个代码 这个是咱们 在美国这边成员做得很好 中国这边可能需要努力啊 我在网上还比较少看到 咱们祖国大陆的同行去提交的这种 比较好的这种 这种给别人分享的程序包 还不是太多 这我这边还是有这个提升空间的 那么下面呢 就是要讲这个Meteor的七大原则呀 这个是是个比较长的话题啊 但我只只有一篇只有一篇slide 但这个话题真的是比较大 我们后面可以比较长时间来讲着每一个原则 我都会做一些demo在浏览器上来跑一下 我们我们用这个浏览器自己的调试系里边来跑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到底Meteor这个有什么不同 因为咱们做软件的 尤其是我这个做软件的人来讲 我们要真正要看到他跑 不要变成Magic 不要变成魔术 比较不好的一个做法 当然或者比较懒的做法 就是说这个我拿东西来用 他能跑那最好 不能跑 那就完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能跑的 这个不太好 我们一定要这个知其然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能跑 内核是怎么回事 当然了 这个看时间啊 看我们能走多么深 我们随后就做一些demo 讲的极大原则